江雪 唐 柳宗园 千山鸟飛絕 萬敬人終滅 孤州梭粒雍 獨吊寒江雪 柳宗园 公元773年至819年 致旨後 唐代河東人 積金山西省永濟縣人 征元年間進時 曾因參與王宿民所領導的政治改革 失敗後被貶 卻於柳州賜史任上 誓稱柳河東或柳柳州 柳宗园 是唐宋古民八大家之一 同寒月同為古民運動的倡導者 他的詩大都描寫自然山水 詩封同途冤明 謝靈魂相近 不同的詩人 有不同的寂寞和孤獨 比如李白的孤獨是花間一壺酒 獨著無雙親 陳紫昂的孤獨是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柔柔 獨創然而替下 蘇式的孤獨是 千里孤墳 無處話淒涼 二樓中原的孤獨是 千山鳥飛絕 萬敬人終滅 孤州疏粒雍 獨吊寒江雪 一座座山上無鳥兒的影子 一條條路上亦無行人的蹤跡 只有一個頭大斗粒 身披梭衣的老翁 滿天大雪下 孤零零地坐在小船上釣魚 江雪這首詩 描繪中國南方的江鄉雪景 首兩句的千山 萬敬 包括了廣闊的區域 絕 滅二字 描寫酷寒 孤妻 死直的雪的世界 後兩句從描寫遠處的廣闊山林 移到近處江上的船同人 江雪二字不僅點題 而且構成雪飛江流 水天迷亡之境 再加一個韓字 點名風雪的林烈 孤說明只有一隻船 獨說明只有一個人 俞翁孤傲的形象若然指上 這個形象 正寄託了詩人的思想感情 反映出他在政治隔身失敗後 不屈而孤獨的精神面貌 全詩運用了百妙手法 只用簡煉的文字 勾勒出一幅說天寒剛的獨吊圖 全詩壓入聲食韻 絕滅說為韻腳 收音短促 和詩中極力撞寫的淒冷和優直的環境十分配合 同時亦表達了詩人激憤不平的情緒 詩有效感發揮了陰韻的作用 充分地體現詩人的孤絕之感 雖然柳中元和韓越共同倡導古文運動 但是在仕途上 柳中元卻沒有向韓越靠攏 他選擇和黃淑文 劉宇石等人一起 劉宇石和柳中元一樣 也是個仕途不悅的大文豪 黃淑文是太子李仲的老師 對郭靖有抱負和新思想 李仲成為唐順忠後 黃淑文得以掌權 很快發動了永禁革新運動 其中參與的主力 就有柳中元和劉宇石 這場聲勢豪大的革新運動 僅僅持續了一百多日 就以失敗告終 為首的黃淑文和黃培 以及另外八位主要參與者 君遭到貶集 此稱二王八司馬 柳中元就是在這一次事件中 地貶為永州司馬 當時 柳中元剛剛滿三十二歲 司馬一職 原本是很重要的一個職務 但柳中元的這個司馬 其實只是一個原愛志同正元 也即是說 它並不是永州真正的司馬 只是享有司馬的待遇 但就沒有司馬的實跡 柳中元曾非常屈滿地寫信給朋友 說自己到永州以後是無分毫事 卻助食鳳綠 實際上就是被徹底邊緣化 雖然照樣有俸綠 但就沒有實際性的工作安排 亦不再有晉升的機會 對於一個既年輕 又有理想同才幹 但是被時代拋棄的人來說 有的就是時間 可以施施而行 慢慢而游 入森林 窮回溪 憂存怪石 無怨不到 柳中元的永州八記 就是柳中元的山水游記 柳中元在永州的前五年 到處記住 從龍兄子住到法華紫西亭 都是站住 五年之間 住處被山火燒毀四次 長倒窗位 書籍衣物蕩然無存 人光著腳跑出來 不敢燒火 不敢做飯 不敢點燈 只是最最不安坐在屋頂 等著天災過去 抱住好快就能離開的希望 她總是不願意蓋房子 到緣和五年 柳中元終於買了小優 買了全 蓋房子 呂池塘 有了固定住所 從此 柳中元放棄回京城的車望 要將永州當作家 永州在南方 到了冬天 有時亦會落雪 日夜不潔 登上朝陽岩 可以見到白茫茫的雪 無邊延伸 越過五嶺 覆蓋南越蘇州 柳中元在冬天的大雪下 將一切都營煉在剛雪 這首詩的二十字當中 既下是彷彿自由又永遠被禁錮的心情 但是 在無盡的孤獨當中 我們看不到麻木和絕望 一句獨吊寒江雪 就以不屈同希望 打破了令人窒息的孤獨 即使冰天雪地 萬賴無聲 但是孤獨的魚翁 仍然不為寒冬和寂寞 獨自享受寒江獨吊的樂趣 在這個無盡孤獨的背後 我們見到柳中元 不向命運屈服的傲氣 公元815年 在永州澤居十年的柳中元 終於等到照他回經的意旨 而在這十年間 柳中元為中國文學史 貢獻了三百多篇佳作 自此 我們先知道 柳中元的孤獨 原來是超然物外的孤傲和頑強 千山鳥飛絕 萬敬人終滅 孤州梭粒翁 獨吊寒江雪 我今天早上 猜人終滅 請問我結束 我會認識你 什麼事 我會認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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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